视线转向马来西亚新山 画面当中的这位先生名叫李天英 他在马来西亚经营的婴儿用品公司 全国总共700名员工 堪称是当地的行业领导品牌之一 李天英介绍说 公司成立于44年前 刚刚起步的时候 自己拎着装满了样品的手提包 走遍了大大小小的百货公司 开拓销售渠道 还时常去马六甲吉隆坡招揽生意 由于人手不足 李天英便召集家乡的兄弟姐妹 一起在新山打听事业 他们在一座双层小楼里 开办了家庭制衣场 然而后来的一场金融危机 让李天英的事业差点又回到了原点 当时一家大型百货集团倒闭了 而李天英公司几乎九成以上的业务 都和这一家百货集团有关 面对危机 李天英没有逃避 而是坚持诚信 努力按期偿还 供应商和银行的贷款债务 由今李天英的公司在马来西亚 已经拥有十八家转买店 六百个销售店 行销网 遍及马来西亚 新加坡柬埔寨 以及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